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听啰嗦 不会下跪 不看脸色 不用剧内 单身背好 光棍万岁 这里头啊 有几句 我觉得挺适合呀 用在那一天出的一个大光棍 老光棍身上 谁呢 台湾的光棍 2630号光棍 陈水扁 那位说呢 阿扁怎么是光棍呢 他不是有老婆孩子吗 还说什么不剧内 他最怕老婆吴淑珍吗 不是 没错 本来呢 他确实不是光棍 可是啊 天就在11月11号这一天 他给关进了一个人的耗子里 这么编号2630嘛 这时候不得不成了光棍 而且呢 都给戴上靠子了 就那天 他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人台湾人都骂他 说你这耍无赖 咱那北方话耍无赖 可不就叫耍光棍吗 所以 这一天还真是阿扁的光棍节 而且 这光棍节这一天 似乎也就宣告了 陈水扁的冬天到来了 阿扁这个人 其实我对他呀 是情有独钟 呃 我这看相一向都不准 今天我在这还不是事后诸葛亮 有据可查的 就当年啊 好几年前了 我在电视上头一回见着陈水扁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就在呛呛三人行里说了 我说这人一脸奸相 你在听他那声音 我说真是声如其名啊 啊 这个叫陈水扁呢 他这个嗓子啊 也扁扁的 这个这个压嗓子嘛 呱呱呱呱呱 我说这声音怎么听着 赖了巴唧的 你看 奸和赖 当初就给我说中了 当然那时候人没什么事正活着呢 从那之后了还越来越火 所以啊 我当时从那时候开始啊 我觉得我有点喜欢阿扁这人 呃 他一出来我就看 呃 电视上一放他说话呀 我就上厕所我都得跑出来看一眼 哎 一看就乐 哎 他就是我几年苦闷生活里 难得的一点娱乐 就是这个阿扁 哎 我就不太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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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天台的我特点 呀呀 呀 呀 呃 一人得到基金生天 危险最高费 一人得到基金生天 全家高得全 一人得到基金生天 真实不要点 啊 一人得到基金生天 白晴最高费 就在我那天 看见这个阿扁 举着那个手铐 还在那高喊口号 什么政治迫害的时候 我这个心里啊 陡然一亮 好像几年间的一个谜团呢 一下子打开了 我好像就在那一瞬间呢 一下子电闪一样 我一下子明白了 陈水扁是个什么人 当然是我自以为 他是个什么人 他呀 却有过人之处 精明过人 当然 他这个精打细算呢 是没有大局的 是不择手段的 你甚至你可以说下贱 可是 下贱也是力量 你看啊 他让我想起一种人 就是说 这种 不管局势如何对他不利 他都能想尽办法 能赖上一点是一点 能搭上一点是一点 就是说哪怕自己都惨到底了 他仍然在算计 哎 怎么样能给我算出点好处来 就他这个脑袋啊 像个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啊 就是每一刻都在紧急计算着 在局势不利于我的时候 如何让我的利益最大化 我给你举例说明 他跟一般人确实不一样 比如说选举 眼瞅着都大势已去了 这要是美国那麦克恩 那怎么着 据说是那个睡俩中头 哭俩中头 最后 那大大方方还是承认失败 哎 让大家去支持奥巴马 君子之风啊 可这台湾出来真小人了 你看阿扁 他在发现势头不对的时候 宁愿在大选这个前夜啊 萎于肚子上 来一枪 哎 我也给你爬点风出来 好 当了这所谓总统了吧 能贪就贪 我自个儿不能公开贪呢 我老不收钱去 好 到后来说海外账户 把钱打到海外账户上 这就大白于天下了 赖不过去了 还在算机呢 算这里边能有什么好处啊 我算不着钱 我算一名声吧 就开始说孙中山了吗 哎 说当年华侨啊 把钱都存在海外啊 这我也是为了将来台湾建国基金呢 好 都那个证据一步步确凿起来 眼瞅着 他就要给关进去的时候 一般人会怎么样 那就在家里猫着呗 但是你瞧阿扁 他下台南 这个什么悲情演说 阿扁明天就要被抓进去了 他们肯定会抓阿扁 就忽悠乡亲 能忽悠一个乡亲 这机会 他都绝不放过 这就是咱们说的 叫做什么呢 露丝腿上剃肉啊 就你像露丝那个腿啊 多细啊 没什么肉 露丝腿上能剃点就剃点 啊 苍蝇 不是 不是苍蝇 苍蝇还大了 蚊子肚里抽油啊 那蚊子多小啊 这那种 他能从蚊子肚子里 都能抽出油水来 那样的一种 死缠烂打 力战型的 他一定爱唱 爱拼才会赢 真是拼到最后一分 都在找对自己有利的 一个什么借口 你比方说 这光棍节那天呢 不 都给人收押吗 实际上 此前一天 阿扁就公开讲了 说我已经收到 特征组的这个传票 明天 我要去特征组 阿扁 语言 他们肯定会申押 就是肯定会申请收押我 而法院肯定会准 这个结果 阿扁早就了到了 一点也不出意外 你说这悲情吧 但是你瞅他后头两句 又巴当谁呢 他说 现任总统 这加引号的 现任总统 要收押现任总统 我是求人 得人 啊 夫妇 何求 他往自己 这都到这山穷水 进的地步 他还指望能捞个 曼德拉市的名声 说出一番话来 感觉风消消息 一水寒了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 保护之下 光棍节 那天早上 八点来钟 陈时扁没有直接先去特征组 他呀 先去他的办公室